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特别一定要祝福你 祝福你愿神的爱每天都浇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Amen 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你的生命的里头 不管你的感觉如何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对不起 因为我需要跟我上面的Duke的说 我的这个monitor稍微大声一点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在我们的家庭乐 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最后的一讲 这最后的一讲就讲到单身 今天的题目是单身也是一种幸福 当我在这里讲到单身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在说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 等着要去找你的伴侣的那一个阶段 不是我在想我们明年要讲这个 可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一个 今天的单身是 我先让你看这个定义是什么 当我讲到单身 我讲到单身 其实这个单身的定义就是 你已经到了这个适婚的年龄 可是还没有结婚 或者没有打算要去结婚 或者因着各种的原因没有结婚 或结婚结过婚了 你最后因着各种的原因 可以是离婚或者是上偶 你又再次的回到单身 这个是今天的单身的定义 最近就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数据的统计 就是讲到东南亚单身的人的这个比例 那最高呢 是菲律宾 49% 而马来西亚呢 它排行第三 是44.68% 就是在适婚的年龄里面的人 没有结婚 那我们也看见一个趋势 现在就是结婚的年龄 是不断的推迟 然后呢 这个结婚率有稍微下降 离婚率有稍微高涨 然后呢 现在人选择单身的这个趋势 或者单身的人的趋势 是越来越上涨的 现在的趋势 那今天 人为什么会单身呢 那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说的时候呢 我是说一般的人 这个当中呢 是不是基督徒 不是在教会的基督徒 那一般的人 一般世界的人 那今天的人 为什么会单身 首先 这个最平常的一个的原因是 你遇不到合适的人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是离婚或者上偶过后呢 都不想再结婚了 然后有一些是 没有刻意的规划结婚 或者有一些是 对婚姻失去信心 因为尤其是看见 今天的离婚率很高 看到父母亲的这个的婚姻 不幸福 看到周围的人的婚姻 不幸福 就是导致人对这个婚姻 失去了信心 然后呢 有一些是没有达到 结婚的条件 那就是说 他可能他的经济能力上面 没有达到 那个可以结婚的条件 或者是 他是身心障碍 然后有一些是 有恐婚的心理 然后呢 有的是喜爱自由 他喜爱这个没有这个的拘束的一个生活 然后有一些是 他就是刻意的选择单身 那我在这里并不是只是讲教会 那我是讲一般的人 其实不是教会的基督徒 也有人呢 会刻意的选择单身 那这些的人呢 尤其是 他是在经济上面独立 在思想上面比较独立 在个性上面也是独立的 然后呢 有一些呢 是不想委身和负责任 他不想负那个责任呢 去带孩子 他觉得这个的是很重的一个责任 他不想负那个责任呢 去照顾另外的一个人 然后呢 还有呢 是最后一个是观念的改变 就是今天人对这个单身的那个观念 有很大的改变 跟以前比较起来 那以前呢 就是我们的父母亲的那一代呢 人必须要结婚 然后呢 为什么人必须要结婚呢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的女人的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必须要依靠男人来过活 所以今天的女性呢 就已经很独立可以养活自己了 所以今天就会有人会 女性会想要选择单身 然后有一些呢 是因着我过去人结婚 是为了不要孤单 可是今天的人呢 他们用不同不同的方式 来去解决他们的孤单 那可以用什么的方式呢 例如说养宠物 还有一些的人说 我不需要婚姻 我可以去clubbing 然后有一些人说 我可以拍散拖 这里拍一下 那里拍一下 然后呢 有些人就说 OK 我其实今天你用Apps 你就可以找到人家陪你了 我陪几个小时 就这样过了一天晚上 然后也因着 现在的那一个的 整个的性开放 所以呢 有些的人就是一夜情 这个是变成越来越普遍 然后有些的人是同居 那他是一生人都在同居 就是不要结婚 然后也现在有同性恋的影响 那所以因着这样子呢 人就可以解决他的这个的孤单了 还有呢 以前的人呢 是他要结婚 是因为他觉得 我可以靠我的孩子养老 那现在呢 很多的孩子养不起自己的父母亲 然后父母亲都已经有自己的能力 养活自己 虽然他年老他为他自己的养老找办法 然后有一些的人呢 就想要有孩子 这个就是他结婚的原因 然后现在呢 也有人工的受孕 你就是不结婚 你都可以被受孕 然后生孩子 可是弟兄姐妹 这个是在道德上面 在基督教来说 这个是不行的 在道德的上面 然后呢 还有一些的人呢 就是过去的人是 他认为他一定要结婚 可是现在的人的那个观念改变了 就是他认为结婚不是必要的 所以一个的观念的那个 一直不断的改变 一直世界在改变的缘故 变成这个人选择 人变成单身 无论什么情况变成单身 那个的趋势就越来越多 那弟兄姐妹 世界在改变 所以就变成了 我们的这个的婚姻的状况 也在改变 那到底这些呢 是不是就等于教会也是如此呢 不是的 其实呢教会呢 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 他没有受这个的 外面的这个的趋势的影响 有一些有受 有一些没有 那一般的教会呢 我们都是比较看重家庭的 你看我们每年都会有家庭院 这是看重家庭嘛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家庭院 其实因为看到家庭 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很脆弱 就很容易倒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讲家庭 我们要我们的家庭巩固 那可是呢我们看重家庭 并不代表说 我们不看重单身的弟兄姐妹 那其实呢在教会的里面呢 那有一些的教会就认为说 单身不好 那甚至有人认为说 单身不是神的旨意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的去看待这一事 那基督徒我们首先呢 要看圣经 他是怎么看怎么说的 那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 一起读 创世纪二章十八和二十四节 耶和华上帝说 那人单独一个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弟兄姐妹 这一段的圣经呢 我们很多的人都很熟悉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都会读这段的圣经 他在这里就说 神在创世的时候呢 创造人的时候 他就说 亚当一个人不好耶 他单独不好 所以我一定要给他另外的一个 就是夏娃 就两个人才好 那我们就认定说 一定是两个人是最好的 那其实呢 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要从什么的角度来去看呢 是从神要来去满足 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 他创造了这个世界 他有他的计划 那他的计划是什么呢 在创世纪第一章 第27和28节 请 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 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他们 他创造了他们 有男有女 上帝赐福给他们 上帝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这地 治理他 要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 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 弟兄姐妹 神对人要满足 他的这个创造的计划 那是什么的计划 就在这段的圣经里面 就讲到两个 第一个呢 是要生养众多 亚当一个人不能生孩子 亚当必须要下娃 才能够生孩子 所以他生养众多 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治理这个世界 亚当那个时候呢 神叫他 把那位动物取名字 我想他一定是取得很辛苦 然后呢 就想了那个的 他取名字的idea 都想不到了 所以他就觉得 要多一个帮手会更好 想得更快 取得更快 做得更好 那那个时候呢 神就在造 夏娃跟亚当一起 那家庭是神舍利的 那弟兄姐妹 可是当我们来去看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看旧约和我们在看新约 那我们看旧约 那是不是所有的在旧约的里面 所有的圣经的人物 他都是结婚的呢 不是 不是 我们就看见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圣经人物 都不是每个人都结婚了 那在旧约的里头呢 以利亚 以利沙 耶利米 丹尼里 都没有结婚了 那这些是 我们发现在这个 他的这个的 这个的圣经的里面 有提到 他没有结婚 然后我们察觉 有些是的确没有结婚 也没有提到他的太太 可是呢 其实还有许多的人是 没有说明 到底他是有结婚还是没结婚 然后再来看新约的时候 有谁没结婚 耶稣 施洗约翰 保罗 提摩泰 各位弟兄姐妹 整个的新约 如果没有了这些人 新约都不见掉 那讲到耶稣 耶稣 他是道成肉身的人 耶稣来这个世界 是展现 那一个的完美的一个人性 耶稣是无罪的人 可是他没有结婚 而耶稣 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 他来到人生的 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说什么 来我们一起读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四到五节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交给我做的工作 我已完成了 父啊 现在求你 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 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 我同你想有的荣耀 那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呢 他就跟天父来祷告说 他说我已经荣耀你了 那你交给我的工作 我已经做完了 那我现在可以回去了 享受我之前有的那个荣耀 那弟兄姐妹 你想一下 耶稣他这一生 要完成的是神的工作 神交托他的工作 这一生就是要这样子做 他的人生的目的呢 就是来完成上帝 托付他的工作 而且他的工作 没有另外一个女人 帮助他哦 弟兄姐妹 至于耶稣 他没有结婚 他一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其实我们从旧约和新约 我们看见一件事 结婚 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他不是每一个的人的人生的必经之路 然后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呢 是要完成神呼召你的计划 就好像耶稣他来到这世上 他就是要完成天赋 托付他的计划 这是最重要的 那弟兄姐妹 这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呢 那在这里呢 保罗就讲了 哥林多前书七章 我们一起读 我愿众人像我一样 但是个人都来自上帝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我愿你们一无挂虑 没有结婚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领主喜悦 结了婚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但想怎样让妻子喜悦 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说 他说我盼望 每一个的人像我这样单身 可是我知道 这个不是给每一个的人了 保罗在这里就说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就是说神给有一些的人 他单身的恩赐 就是给他的那一个的计划 就是单身的 可是神给有一些的人 他的计划呢 不是单身的 是结婚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的人呢 都是走进 单身的 也不是每一个的人呢 都是走进 这个结婚的 弟兄姐妹 他在这里就讲到 当 你 单身 那就能够 专心的事奉 当你不是单身 你结婚的话 那你就要服侍的是你的 这个家人 各位弟兄姐妹 那是不是说 我们每一个单身的人 都是一定是 这个是神的安排 是神给我这个单身的恩赐和计划 所以我今天才单身 是不是这样说 也不是 因为呢 我们现在活在 不是天父的世界 这个世界呢 有太多的东西呢 就不是按上帝的旨意的 神的旨意 其实呢 对某一些的人 可能就是要你结婚了 可是结果呢 你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就没有进入婚姻的里面 也是可能的 那 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有 那个的恩赐 恩赐是什么 就是神给你的恩典 好叫你能够完成他的工作 现在我叫你单身 我就给你那个能力 使你能够单身 完成我要你做的工作 那是不是每一个的人 都要有这个恩赐 才可以单身呢 不是了 那我们如果 因着各种的原因 到最后是单身的 我们可以求神 给我们恩典 他的恩典 一定够我们用 Amen 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说 结婚的人就说 你们单身的人真好 单身的人就说 我们很渴望结婚 弟兄姐妹 我觉得我们不要彼此的羡慕 大家都要为自己 所拥有的来负责 已经结婚了的人 不要求离婚 尽你的能力 经营好你的家庭 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尽上 你的能力 把你的家庭修复好 所以你就觉得单身很好 想跳出来 不要这样子 因为离婚不是神的旨意 单身的人 也不需要苦苦的去求结婚 当然你遇到好的对象 就结婚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遇到 合适的对象 你不要赶着去结婚 我们的生命 丰盛或者不丰盛 不是在于结婚或不结婚 结婚的人 有结婚的人的问题 和他们的责任 他重担要扛了 单身的人 也有单身人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责任要扛了 两个呢 其实都有各自的挣扎 我们不能够说 在结婚里面的人没有挣扎 只有单身人有挣扎 两个人都有挣扎 各位弟兄姐妹 无论是你是结婚也好 你是单身也好 你要知道 结婚或者是单身 我们最后都要 为着我们的人生向主交战 Amen Amen 然后呢 我们只要信靠神 结婚或单身的基督徒 你都能够活出精彩 Amen 在这里呢 我也特意的 要透过这个的机会 来去纠正一些的误解 一直在教会的里面 首先第一个误解是什么 结婚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正确的是 结婚不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第二个误解是什么 单身者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那你知道现在呢 有些的人呢 他怎么成他的配偶 我的另一半 你另一半在哪里 我们很习惯 我们的另一半 那所以呢 就感觉上 你只有一半的 那单身觉得我只有一半的 我是要去找我的另外一半 我就是不完整 那其实这个观念 从哪里而来呢 那正确的是 单身者也是完整的人 这个观念是从这一段圣经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这个有点错误的诠释 因为认为是说二人成为一体嘛 那我们成为一体 那一定是我们一半的人 然后就是另一半的人成为一体了 那其实一体的意思呢 在英文来说呢 是one flesh 就是身体的联合 也就是说夫妻是 一个完整的人 和一个完整的人 联合成为一体 所以每个人都是 完整的人 你不是一半的人 那各位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误解来的 所以我请你呢 现在叫你的配偶 不要叫另外一半 好吗 不要用这个话 不要用这个词句 那免得呢 有的时候呢 单身的人 以后他没有听到我讲的 他就以为呢 我就是一半了 然后呢 第三个误解是 单身者的人生不算完整 为什么不完整呢 他认为说 因为他没有走过 那个生儿育你的过程 他欠缺着这个人生的阅历 那正确的是 单身者的人生是完整的 单身者有不同的人生阅历 那弟兄姐妹 人就认为说呢 就是因着你不结婚 不完整 什么叫做完整 在主里面完整 不是这样看 弟兄姐妹 其实呢 我们走的道路 有稍微不一样而已 结婚的人 他的经历 和单身的人的经历 有不同 我们不能够说 单身的人的 那个人生 不算完整 在神的眼中 这个是完整的 你走完你的一生 你已经走进了 我的计划 完成了我的托付 那你这一生 就是完整了 那各位弟兄姐妹 只是印证了单身的人 走的这个的路呢 他的经历跟结婚人不一样 然后呢 第四个误解 结婚姻是神给 敬钱人的赏识 敬钱的人是什么 就是那个爱主的人 你做得很好啊 所以神呢 就赏识你婚姻啊 那我觉得呢 这完完全全的不对 因为呢 有的时候是倒回头 真正就倒回头 就因为你不敬钱 所以你才结婚 就婚前就搞大肚子 所以被逼要结婚 所以呢 我们那个 正确的是什么呢 结婚或者单身 与敬钱不敬钱 没有关系 不要把这个扯上来 因为你认为说 哎呀 你上帝听那个人的祷告 上帝没有听这个人的祷告 所以这个人结婚 那个人没结婚 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看 那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 神也非常的爱你 神还要继续的赐福给你 Amen 第五呢 单身者一定有问题 就因为有问题 所以不能结婚 各位弟兄姐妹 我在婚 我在看结婚的夫妻 我的时候发觉到 哎哟 这两个大孩子 大孩子进入婚姻的里面 所以就把婚姻搞砸了 弟兄姐妹 真的是单身人有问题吗 结婚的人也有问题啊 单身的人也很成熟的 所以正确的是 单身和结婚的人都有问题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要悔改 我们都要成长 我们都要得胜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把这些的误解呢 把他纠正过来 那今天在我们的当中 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是单身的 那有一些弟兄姐妹 是你的孩子在单身 那有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你将来 你的孙子 可能在当中 有一些是单身的 那各位弟兄姐妹 那我们要如何过一个 幸福的单身生活呢 可不可以幸福呢 单身生活当然可以幸福 那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这世上 是一个有苦难的世界 其实无论结婚也好 无论单身也好 有他的幸福 也有他的苦的地方 也有他的挣扎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要把人生 看得这么美 因为你现在是活在这个世上 那有一些的人 其实不是有一些 其实是所有的夫妻 所有的夫妻 你有一天会来到单身 因为呢 你的配偶不会永远活着 你的配偶可能其中一个 提早走了 所以到最后呢 你也回到单身 单身的人 我们要如何过一个的 幸福的单身生活呢 首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欠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上帝的善良 存全 和喜悦的旨意 那弟兄姐妹 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特别的要知道 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的方式 刚才我在前面讲了 今天的人的单身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可是你不能够效法他们 你不能够跟随这个世界 然后呢 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要改变你的观念过来 那只要改变呢 首先 要纠正错误的观念 刚才我只是提出五个错误的观念 这些的错误的观念 我相信单身的人 可能你现在还是有的 那如果你还是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弟兄姐妹 你要更新过来 你要改变过来 不要再去用以前的 这样的一种的错误的观念 去相信 然后呢 去认为就是如此 然后我相信有一些的人 你可能在经历着 以前有很多的人 对你讲了这些 负面的错误的观念 弟兄姐妹 你要拒绝这些观念 真理会叫你得自由 不要被这种错误的观念捆绑了 然后呢 要纠正 结婚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很多的人就认为说 我今天单身 我有很多的问题 那问题其实我告诉你 你无论有多少的问题 你都不比结婚的多个问题 真的 一个家庭的里面 有孩子 有丈夫 有妻子 是可以有很多问题的 那你可能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呢 孤单感 你也可能面对挫败感 因为遭受别人的那个压力 感觉挫败 或者你在寻找爱 或者有的时候你心里空虚 那弟兄姐妹这些呢 其实都不是结婚能够解决 我看见有一些的人进入婚姻 他照样非常的空虚 照样很孤单 然后有一些的人认为 我有这个问题 我有那个问题 我觉得呢 我结婚了就会变成更好的人 弟兄姐妹 你不要这样想 因为呢 你要把他纠正过来 因为呢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 你就想要 我赶快结婚 你可能就是拿苦来吃 你可能到最后呢 搞到自己遍体鳞伤 你找错了对象 所以弟兄姐妹 要学习 要纠正那个结婚 解决一切问题的 这一个的错误的观念 然后呢 单身的人要拒绝谎言 建立你的信心 什么的谎言 单身的人 尤其是在你前面 可能在你前面的五年到十年 你会面对 这样的一些的谎言出现 例如说 我一定有问题 我一定不够好 那我不够美 我不够有钱 我不够能干 或者我不够成就 或者条件不够人好 所以呢 我就找不到配偶 我找不到老公 我就找不到老婆 没有人喜欢我 弟兄姐妹 这些是谎言 你要拒绝这些的谎言 拒绝相信自己不够好 每个人都不够好 不代表结婚的人就够好 然后呢 也拒绝相信神不爱你 有的时候呢 你会走进一个的 那个的死无童的里面 就觉得 哎呀 就是神不爱我 所以我就才有这样的结果 弟兄姐妹 你要拒绝这个谎言 单身的弟兄姐妹 单身不是你的身份 神的儿女才是你永恒的身份 Amen 单身不是你的价值 你的价值在神的里面 永远宝贵 Amen 所以要拒绝这些的谎言 然后呢 你要学习去建立信心 相信神会给你能力 过好你的单身生活 神会给你能力 过好你的单身生活 会过得喜乐 会过得精彩 靠主加给你的力量 你凡事都能做 保罗在这段的圣经 他就讲到这一句话 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 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说这话 因为我已经学会 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任何事情 任何情况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弟兄姐妹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在这里刻意就讲到 他说我已经学会 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学会 他学会了过后 他就在各种各样的景况 有的时候是贫穷的 有的时候是丰富的 他在各种各样的景况的里面 他都找到了秘诀 使他能够知足 弟兄姐妹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找到了秘诀 在每一个的情况 我都知道怎么样的来去面对 因为神加给我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各位单身的弟兄姐妹 或许是各位 你有单身的这些的孩子的父母亲 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其实呢 能够靠着主 去学习过一个单身的生活 这是可以学的 你在学习的过程就会得到秘诀 所以因着这样子学过来 你也一样的可以 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 弟兄姐妹不代表 有一些的单身的人 可能开始的时候还没学会 还是过后呢 才摸得着 然后呢 最后一个呢 我们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我们要拒绝停留在过去 那个过去的想法 可能会常常会让你想起来 什么过去的想法 哎呀后悔啊 我后悔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去拒绝那个人呢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呢 去提出分手呢 会不会后悔啊 我错过了那个机会 我后悔 然后我遗憾 遗憾自己没结婚 有一些人 也可能有些人遗憾自己结婚 各位弟兄姐妹 来我们一起来读 腓立比书三章13到14节请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弟兄姐妹 你一直留在以前没用呢 你一直觉得 我后悔啦 做这个做那一个 各位弟兄姐妹 忘记背后吧 就是放下你这些的遗憾 放下你的后悔 往前走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 神给你新的标杆 神给你新的方向 新的目标 弟兄姐妹 在前面有奖赏 弟兄姐妹 前面的路会更好 不要抓着以前 你要相信神在前面 要赐福给你 不要一直看自己没有的 要看自己有的 我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三十几岁那个时候 是大概二十年前 三十几岁 为什么小 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是三十几岁 我知道我样子像 可是我的年龄不是 事实上 不是三十几岁 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跟一般的人一样 我就觉得我要等待 那个的人出现 这个的人是谁 然后这个的人出现 到底是谁呢 我是要等到多久呢 我那个时候 也有这样的心态 后来 我就觉得 这样的一种心态 是让我们不能够往前走的 我要等到极致 我在那里面等吗 后来我就突然有一个开启 我就觉得不是 我的人生不是在等待 这个事情的发生 我的人生还有很多 我可以去成就的 还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去追求的 后来呢 我就想 不等了 把这个放下 我要去追求做一些 我觉得神呼召我做的东西 我要去追求一些 我觉得值得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不管 其实呢 我到最后单身 并不是 因为 是什么的原因 就是因为 就没有看中他 没有看中他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 你很想结婚的话 那你首先要看中他 像我这样 没有看中他 就到最后 就是单身 所以弟兄姐妹 我是不想把我自己困在一个死胡同的里面 我在自己等什么 这样 然后后来呢 我就放开我自己 也算了 那我觉得我的人生 还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追求的 所以我就放下 那我就往前走了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没有后悔这样子 感谢主 也因着我这样子放下 我才成为牧师 第二呢 就是你要从神得意志和释放 那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 这造成了我们里面呢 有的时候 有许多的 可能你有无奈 你有抱怨 甚至你有的时候会妒忌 妒忌这个结婚的人 然后呢 会内疚 内疚什么呢 内疚 因为呢 有可能呢 你内疚 你不能够满足你父母亲的期待 里头有很多的挫败 愤怒 各种各样的 而且单身的人 有的时候是会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 可能也因着这样子呢 带来许多的愤怒在你里面 也包括一些的挣扎 还有你对将来的那种的忧虑 你就觉得 我一个人怎么可以面对将来呢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这些的情绪 都要从神得一致释放 去做一些的一致释放 帮助你 从这些的情绪的里面得释放 因为如果你继续的 有这些的情绪在你的里面的话 那其实呢 最后的结果有可能的是 你会有冲动呢 去做一些不智慧的选择 不智慧的事 就是随意找一个的人结婚就算了 最近呢 有看一只新闻 有一个渣男 同时间和14个女孩交往 欺骗了人 1000万 哇 女生呢 被他骗财 骗色 而且还因着这样子染上了性病 这个男人 其貌不痒 可是很会说话 所以姐妹们要小心 弟兄姐妹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生命的泉源 由心发出 你要通过神来医治你 清除掉这些负面的情绪 好叫你这个的人生 常常是走在一个智慧的选择里面 第三呢 学习面对从人来的压力 单身的人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压力 那什么的压力呢 其实结婚的人也是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压力的 那单身的人会面对可能从父母亲来的压力 父母亲呢 就一直想要介绍人给你 然后父母亲呢 一直催你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面对父母亲来的压力 我鼓励你好好的跟你的父母亲坐下来 用友善的语气来去告诉他 你的情况还有你的意愿 不要生气 不要愤怒 也不要呢 因着他们给你压力 你就走去逃避 去沟通 我们有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做 父亲一直介绍女孩子 一直介绍女孩子 然后后来呢 他就跟他的父亲去沟通 到最后他的父亲能够明白 就停止介绍了 可以去沟通 而得到舒软的 父母亲明白你就好了 那你也要明白 父母亲为什么一直给你施压力 是因着他忧虑 那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 他要成为一个单身的人 你准备好 要面对这个事吗 如果他跟你说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怎么样 那在家里头 我们说基督是我一家之主 当如果我们说基督是我一家之主的话 我们彼此对待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基督的爱 来去对待对方 那父母亲 如果你有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儿女 在现在你的家 你可能很急了 他还没有跟你讲他单身了 可能一点好急了 有的时候会施加压力 你要小心 你不要过度的施加压力 以致造成他 无形当中 他有一些的负面的情绪 从你而来 那我有看过一个案例 一个的人 他因着父母亲这样子的施加压力 然后呢 有的时候见亲戚朋友 也施加压力 这后来呢 演变成为他进入了忧郁症 你一定要小心 那你想一想父母亲 你的儿女是什么事呢 他有没有步入企图 没有嘛 有没有离开教会 还是怎样的 可能都没有 都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 感恩 然后你的儿女有没有生病 也没有嘛 好好的 然后你的儿女 有没有被爱情骗子骗去 也没有嘛 你的儿女呢 有没有不孝须你 也没有嘛 那有什么大事 你是不是要为着这些来感恩 为你的儿女 那现在只不过是一个问题 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所以你不要把这一个的问题 看得很大 然后呢 就是因着这一个部分呢 就觉得 哇 他好失败 他好像不比别人好 弟兄姐妹 不是的 他不是不比别人好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呢 你的压力给他的时候 就可能会导致他 取错妻 嫁错狼 你不要忧虑 你要为他祷告 你可以成为他的帮助 可是不是这些压力 那我看见许多的单身的姐妹们 她们因着没有结婚 有时间照顾年长的父母亲 父母亲 你要感恩 因为你的儿女呢 有时间照顾你 她没有结婚 有结婚的 有家庭的 都没有时间给你 你是不是要感恩 这反而是一个礼物 神要送给你 然后已婚的人 如何对待单身者 在这里我们教会 都有很多结婚了的人 你如何对待一些 单身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对待一些 可能上欧啊离婚的 不要讲一些 让他尴尬和难堪的话 这很重要 你应该结婚了 不要这么挑递了 然后还有的时候 但是你遗憾 很可惜 这句话我听很多次 不过你不要误解我 我完全没有受伤 可是这句话 讲在别人身上 不知道什么滋味 所以你要纠正一些 对单身的误解 而你的话语 要对他小心 你不要一直见到他 就谈论找对象的事情 除非你真的 非常的认识他 他很想谈 然后呢 你也不要排挤他 因为他是单身 然后我鼓励弟兄姐妹 有家庭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把单身的弟兄姐妹 邀到你的家 一起来跟你供晚餐 或者是要他一起的来 跟你们做一些的家庭的活动 当然是合适的啦 那曾经呢 有一个蛮有影响力的牧师 他16岁的时候呢 其实就领受神的呼召 他就决定单身了 后来呢 就有一次他去参加 一个的这个特会 他是特会的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讲员 在这特会的当中 有其他的讲员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就有其中的一个的讲员 就当众 就告诉他说 一个男人 一天未婚 仍然是半个男人 哇 这句话就让他非常的尴尬 圣灵一直在他的心里面 安慰他 然后说他的心里面呢 就想到 好可怜的耶稣 弟兄姐妹 我们要敏感 与单身的人 他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呢 第四个 要建立支持网 你要建立那个关系网 你要建立一个的网呢 是能够帮助你 能够接受爱 也能够学习去付出爱 单身的人不是只是接受爱 也要学习去付出爱 所以单身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在小组的里面 在教会的小组里面 去参加各种的活动 让你有朋友 可能有一些的人 你可以更多的时间 去参加一些的兴趣班之类的 可是呢 朋友不可以随便乱交 那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虽然没有你自己建立的家庭 可是教会就是你的家 所以我鼓励 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的里面侍奉 教会的里面 跟小组 组员成为朋友 那曾经呢 也有一些的牧者呢 他们建议 其实单身的人 也可以一起 住在一起 可是这一个呢 我就觉得 你需要考量对象 这个对象 是不是合适你的 鼓励 我也鼓励 如果能够的话 就是有人 跟单身的弟兄姐妹 一起住 而你的父母亲 也是可以跟你一起住 或者是说 家里面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说 教会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说 一些的朋友 就是一起住的意思呢 就是说 可能你有一个 housemate 在你的家 其实这个会帮助你 可是我要告诉你 以今天 同性吸引 这个部分 同性念 你也要考虑 这个的对象 是不是合适的 所以你要建议 你的这个的 朋友的 这个支持 我也鼓励 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的 你的家里面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孩子 帮助他们去带一些孩子 帮助弟兄姐妹 去带他们的孩子 这些呢 也是一些的机会 就是帮助你 也可以跟孩子 有一些的互动 能够学习 怎样的付出爱 第五呢 照顾好你自己 弟兄姐妹 你不只要照顾好 你的心灵 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 你要照顾好你的财物 你要为你的将来 你的养老的这个部分 来准备 弟兄姐妹 你不要害怕 我觉得好多单身的人 就想到老的时候呢 是他担心的事情 弟兄姐妹 不要害怕 我们去面对 那个害怕的东西 Amen 你要去想办法 那个养老的时候 要怎么样 其实今天 就算夫妻 或者有家庭的人 养老也可能 都是他们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现在就做打算 你可以现在就做准备 然后第六呢 善用你单身的优势 单身的人有很多优势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做到几时都行 你想吃少就吃少 好像我这样 我想祷告多久就多久 我想不吃也可以 有家庭人就不行 就一定要煮给家里面的人吃 弟兄姐妹 这个是你的优势 好好的利用和享受 你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因着你有时间 你做事奉的时候 可以跟人建立的关系 可以建立的更深 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有更多时间 你可以建立另外一个兴趣 或者是做另外一份工作 或者是去读一个文凭 或者是建立你的这个专业 你都可以 那你可以进入一些的扶贫的 那个事工 你也可以去宣教 如果你很喜欢去旅行 你也可以规划你的旅行 因为你时间是要走就可以走 弟兄姐妹 这个是太好的一个优势 好好的使用它 你可以让你自己生活 是多知多彩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可以做一个单身的 你可以做一个荣耀的单身者 Amen 单身的人也可以是荣耀的 然后呢 第七呢 不掉入试探 各位单身的弟兄姐妹 要小心 那今天在流行的当中的 这些性开放 一夜情 随意找一个的人同居 你都不要做 那同性念 去做人家的小三 各位弟兄姐妹 要小心 就算你今天可能 有的时候寂寞孤单 突然间找到一个的人来 你就约他 你约他的时候 你今天约这个 你后天又约那一个 然后你下个星期 约另外一个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小心 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都要考虑 你会不会伤害到对方 然后呢 又伤害到自己 又得罪了神 那有的时候呢 当你这个月 那个月 这个月 那个月 你没有关系啊 因为陪下我嘛 别人就可能误解了 就以为了 你对他有意思了 弟兄姐妹 要小心 也不可以随便找人 然后呢 也要小心 跟有父之父的那个界限 要保持距离 要不然的话 有很多的人 很容易就进入了 那个 做人小三的 这个部分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我鼓励你 有的时候 你有一些 Housemate 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 再来呢 第八 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 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与神为你的满足 神会满足我们心里头的空虚 神会拿去我们的孤单感 孤单感 结婚的人也一样的有孤单感 弟兄姐妹 你要怎样面对孤单感 很简单 其实呢 不完全很困难 你要转一个念头 每一次感觉孤单感出来的时候 转一个念头 善用我的 这个单身的优势 当我转一个念头 是啊 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啊 为什么要掉进这个孤单感的里面 然后我也发现 孤单感 可以祷告的 我可以祷告说 神啊 你把那孤单感拿走 奉耶稣基督的名 撤着这孤单感离开 啊 我察觉 竟然可以 弟兄姐妹 你可以啊 你看到吗 我们可以依靠神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去得胜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以来依靠神 神会成为你的帮助的 然后呢 第九呢 生命要持续的去成长 那单身的弟兄姐妹 因为你没有一个很靠近的人 跟你磨合 所以呢 你在与人的关系的上面 你需要就特意的去找 跟人相处 然后呢 以至呢 在过程的当中 跟人可以有磨合的机会 在相处之道可以进步 那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可能 35岁 40岁 45岁 50岁 你都还没有结婚 弟兄姐妹 这可能不是因为 以后都不结婚 你可能55岁过后结婚 65岁结婚 那也有可能 我们的教会 有人60几回结婚 50几回 几岁结婚 那弟兄姐妹 可能你就是迟婚 迟到这么迟 你不要紧啊 那就要预备你自己 成为一个合适的 进入婚姻的人 生命成长 最后一个呢 学习独立生活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看见有一些的人 你非常的依赖 那个女生在家里面 是娇娇女 或者是说 有一些的配偶 你们现在非常恩爱 对吗 有的时候 你是非常依赖彼此的 有的时候就因着依赖习惯了 连驾车都不能驾 到如果有一天上偶的话 车也不能驾我 出门也不能出我 怎么办 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准备你自己 你以后会过回 一个独立的生活 我有听到呢 有一个太太 她的配偶去世了 她就 她不开车的 配偶去世了 她就 学 开车 去考她的这个车牌 她是六十几岁人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过一个独立的生活 是要训练自己的 有一个的姐妹 当她上偶了过后呢 的确 前面的几个月 是非常的弱的 后来呢 她怎么去 坚强起来 她依靠神 她用 刻意地花很多的时间 读圣经 读了新月 又读旧月 这样一直读下去 读下去 神就跟她说话 然后在这当中 神就医治了她 她很快的 几个月 就站起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学习独立 那生活上独立 而且呢 不止我们的内心的心灵上 也要懂得独立起来 各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的保障 是在于神 你不要只是在于 配偶和孩子的身上 各位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记得 你人生的保障 在于神 诗篇二十七篇 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还居谁呢 弟兄姐妹 神是你的保障 你不要害怕 弟兄姐妹 我刻意的今天 要给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姐妹 可能有一些父母亲 你将来你的孩子是单身的 我刻意的 就是要特别的 要让你知道 其实单身没有这么可怕 世界上 从以前到现在 到今天这个时代 有很多出名的单身人 这些 有一些是在以前的时代 有些是在现在的时代 这当中呢 有音乐家 然后呢 也有小说家 这小说家呢 这个女生 Jan Austin 他写小说都是写爱情小说 可是他自己是单身的 然后呢 也有女王 也有科学家 然后也有政治家 在英国有其中的一个首相呢 他是 选择单身的 他选择单身 就是这一位 Edward Heath 他就说 他说 I don't think I ever regret not getting married A lot of politicians seem to regret they've got a wife 中文是 我从不因为没有老婆而后悔 我只听到许多人后悔自己娶了老婆 我想也有人倒回头来说 我也后悔 因为我家的老公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让你看到 就是其实今天这个时代 有很多人是单身 而且有一些他是选择 很早就选择了成为单身 他们不是牧师 他们也不是神父 那你不要认为单身是这么可怕 他并不可怕 这些是有名的 那当然有很多明星都是单身的 可是我不放在这里 那各位弟兄姐妹 有一些无名的也有很多 所以不要担心你现在单身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走着这条道路 不需要担心的 我请敬拜团队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着我单身 我觉得在这么多年的里面 我才能够专心的 来去把自己的时间 花在教会的里面 如果不是因着我单身 我有比较多的时间 我觉得教会呢 也可能成长不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知道如果不是因着我单身 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 我想有一些的人可能你都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教会 然后有一些的人你可能都没有机会 在这个教会信耶稣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就是 神会用单身人的优势去建造他的国度 神会用单身人的优势来去完成他的计划 那在宣教士的里面 有很多单身的宣教士 那就有一个的姐妹呢 就说我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宣教士 她说的确这个过程的当中 有的时候会让她很害怕 因为她去别的国家宣教 她有一次呢 她的飞机呢 就降落在一个她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的城市 语言也不同 然后呢 飞机场呢 她的这个的airline呢 也没有用英语 她降落在那个城市72个小时 那个时候呢 怎么办好 她就祷告 祷告不久过后呢 就有一个的女人 走到她的面前 就以一个很流利的英语呢 来去告诉她 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 神在听祷告 神在带领她 她说很多的时候 她也感觉到那种的孤单 她也感觉到那种的无助 可是呢 常常神呢 在当中保护了她 然后呢 当她求朋友的时候 神也给她朋友 然后呢 也给她一些的夫妻呢 能够呢 有的时候邀请到她的家 然后和她们有一些的family time 和她们有一些的 这个的一起去出游的这个机会 那有的时候 单身的人如果生病的时候呢 是很挑战的 因为如果是说 你只有你一个的人住在那个家的时候 那你单身 谁帮助你呢 谁帮助你买食物呢 她说 那个时候我就祷告 神很奇妙 也安排一些的人呢 帮助她买食物 甚至也送花来 所以她在依靠神 各位弟兄姐妹 单身的人 神是我们的依靠 Amen 这位神 祂稳固过所有的人 弟兄姐妹 祂是最牢靠的 那一个的依靠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 可以依靠我们的神 不要害怕 因为神会给你恩典 会活出一个精彩的单身生活 Amen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呢 你要怎么祷告呢 你如果你周围 你有认识的一些的 单身的弟兄姐妹 单身的朋友 甚至你自己的孩子 是单身的 或者还是单身的 弟兄姐妹 我这个时候要你为她祷告 为她祷告 那如果你是单身的弟兄姐妹 为自己祷告 今天我分享很多 你在哪一个的部分当中 你觉得神 你可以帮助你的 甚至你尤其要祷告 转换一些的 错误的观念 求主来帮助你 医治你 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 你就看一下 神带领你的感动是什么 你可能要为着 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可能在挣扎当中 你知道的 你为她祷告 Amen 这个时候让我们都开心祷告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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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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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要来呈现你主 主啊神的主我们知道你的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主 主啊神的主今天主啊当我们用这个信息 主啊来去纠正一些的错误的观念 神啊我们也向你祷告 主啊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凡是听这个信息的 主啊我们一些的错误的观念对于那个单身 主啊都要把它纠正过来 神啊神的主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单身的有结婚的 主有各种各样的年龄层的人 神啊你要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的对待彼此 神啊神的主我们也特别的向你祈求 主啊神的主今天主啊得时事的一个改变 主啊神的主造成今天的单身会更多 神啊我们相信教会以后也可能会更多单身的弟兄姐妹 神啊我们就向你祷告主 主啊你要来祝福所有的单身的人 无论主啊他是因着什么的原因今天是单身的 神啊神的主你就是他们的依靠 主啊你就是他们的高台 主啊你就是他们性命的保障 主啊神的主他们还惧怕什么呢 主啊神的主我特别的要祝福在这里 有一些的单身的弟兄姐妹 神他们向你祷告 神灵啊你要来浇灌他的身上 主啊你要来特别的恩待他 主啊今天你要把恩典加给他 主啊神的主啊我向你祷告在当中 可能还有一些的人是在忧伤的当中 还有一些的人是在主啊挣扎的里面 主啊还有一些的人是在还搞不懂自己的单身的情况 还是在许多的无奈的里头的 主啊甚至有些人主啊 在一些的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思想一直不断的绕在里面 神啊我就向你祷告 主啊圣诞主我要求你捷径 医治他们释放他们 神啊圣诞主我们向你祷告 今天把一个喜乐的心 喜乐的灵盼望的灵吃给他们 主啊圣诞主我们特别的向你祷告 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姐妹 主啊让他们这个的单身的生活 他们过得精彩并且被你使用 神啊圣诞主我们祝福他们 主啊圣诞主要叫他们的生命 能够一直不断的成长 主啊圣诞主祝福他们在教会的里面的生活 跟弟兄姐妹非常融洽的关系 神啊圣诞主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在他们所惧怕在忧虑的事情上面 神啊我向你祷告 你为他预备 主啊你为他们准备 主啊圣诞主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要除掉所有的惧怕和忧虑 主啊圣诞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说 神啊你把一个新的恩典降下给他们 主啊圣诞主特别的加倍的恩典加给他们 主啊圣诞主叫他们 主啊为这将来所惧怕的东西 他们都有充足的预备 神啊圣诞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圣诞主我要求你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圣诞主过一个喜乐的单身的生活 主啊圣诞主在当中 主啊真的是享受 神你给那个的单身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的优势 神啊圣诞主你也呼召他们 进入主啊你自己的工作的里面 主啊进入你的货富 进入你的河场的里面 主啊使用他们 主啊圣诞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称颂你 主啊圣诞主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圣诞主让我们 主啊教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主啊圣诞主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主啊圣诞主啊我们的确带给许多的单身的人 许多的温暖和爱 主神啊圣诞主祝福我们 主谢谢你 主公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祷告的 Amen 这时候呢特别的要对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话 邀请你来接受耶稣相信他跟随他 主耶稣要赐福给你 我邀请你这个时候呢就跟着我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爱我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求耶稣带领我的人生 感谢你赐给我永生 我相信你赐福给我 让我满满的经历主你的恩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让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祝福每一位神所爱的儿女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 愿圣灵天天把平安把喜乐把主的爱 把那个的信心和盼望 天天都要浇灌在你们的生命的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们有健康的身心灵 你们现在哪里有病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 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命令 那个疾病死亡的人要离开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主圣灵现在浇灌在你的身上医治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家 我要特别的祝福你的家 要叫基督成为你家之主 要叫基督在你的家掌权 要叫基督在你的这个的家的里面来运行 要叫圣灵在你的里头来动工 在你的家里面来动工 主啊 圣灵主 我祝福每一个的家 主啊 让每一个的家 主啊 圣灵主 每一个的人来降服于你 顺从你 跟随你 主啊 圣灵主 当我们遵从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家里面就充满平寒而爱 主啊 祝福这一次每一个的家 主啊 哪一个家 主啊 关系上面破裂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修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命令 那所有的分裂分争的领全部要离开家 主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个的家 叫合一在一起 主啊 圣灵主 我向你祷告在家里面 每一个的家里面来动工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手中所做的一切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生意 你的事奉 你的学业 愿这位赐福你的神使你凡事亨通和顺利 愿祂在你所面对的艰难挑战的上面 祂为你开路 祂来帮助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你的财物 愿这位供应你的神使你一无所缺 福被满意 愿上帝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上帝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赐恩给你 愿上帝向你扬脸 赐给你平安 阿们 圆上帝赐福给你 我们邀请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到我们的这个的外面的接待处 我们已经准备了茶点还有礼物送给你 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当中 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 请你来到前面 我们的这个的牧者和领袖可以为你祷告 圆上帝赐福给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